身足的就像在面对深圳队时延续了表现突出的好传统 本场比赛 深圳队的历史是首王巴巴卡反戈一击 帮助升班马黑龙将FC主场1比0战胜深圳加赵燕 客场落败的深圳队遭遇了卡罗执教时期的联赛两联败 积分榜跌至第四位 巴巴卡自2012年加入深圳队以来 总共效力了四年半的时间 打进80例进球 为深圳队征战中奖联赛立下许多功劳 在他效力深圳的四年多时间里 是深圳队最为低谷的一段时间 球队混混顿顿 俱乐部没有资金 年年得过且过 巴巴卡是为数不多 能给深圳球迷带去快乐和惊喜的球员 上赛季代表新疆队做客深圳体育场 也是巴巴卡打进至胜球绝杀救主 深圳队此以连续各场作战 首发阵容进行了万元的调整 下些期转会而来的迪巴 奢批35号球1 替换掉了奥汉德扎 出任前锋与普雷西亚多搭档 球队继续沿用4-4-2阵型 其他位置与上一场客场站这将一层相比 没有变化 关键出任首发门将兼队长 防线上 葛镇 王大龙 崔明 张远从左往右一字排开 肺域和干超组成双后腰 进攻端 叶楚贵依然出现在自己发挥 并不理想的左前位位置 右路继续交给U23球员组鹏超 封线上迪巴和普雷西亚多搭档 相比于防守端原有的问题 间歇期后的身足 在进攻端出现了脱节的严重问题 球队找不到进攻的方向和节奏 肺域和干超只能承担本质的中场拦截作用 在进攻端的串联作用太差 他们身前的进攻区域 真空很大 这块区域只能靠两名万元回撤拿球 之前在前腰位置出台的叶楚贵 不知道出于什么战术考虑 这两场比赛被搁置在左边路 看得出球员很拼 但是踢着别扭 又近视不上 边路的速度突破 本来就不是叶楚贵擅长的 右边路 祖鹏超很耐力 经常靠一己之力去冲击对方边路 但是与其他球员的联血有待加强 右边后卫 张远还能偶尔插上 给予祖鹏超一定的支持 左边后卫可针对于进攻端贡献较小 所以 现在深圳对呈现的进攻场面 是左边路几乎没有突破能力 只有右边路一个通道 两个后腰没有出球能力 中路进攻呆滞缺乏节奏 两个外援陷入对方的包夹 没有其他球员去配合和牵扯 面对基本榜靠后的浙江一藤和黑龙江FC 深足从目标中的拿下6分变为0分 且过去的两连败 深足在场面上没有任何优势 新外援首场的表现也很不理想 暂时没有表现出替代阿布的能力 卡罗或许该队阵型和位置做一下调整 个人认为 叶楚柜还是应该被安排在前腰位置 与普雷西亚多串联 第八可以出现在左边路位置进行突破 如果能表现出能力 徐阳和吕海东也可以轮换阴路进行首发 如果乔薇回到首发中后卫 崔明可以前移 与该超或者肺域组成双后腰 球队可以调整成4-2-3-1的阵型 中甲联赛下半城已经开启 更加激烈的冲超形式已经形成 几支有目标和实力冲超的球队 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排名下半区的球队 时不时的制造一些冷门搅乱局势 也给联赛增加了看点 希望深圳队做好调整 重新调整好状态迎接前方的挑战 不负球迷的热心支持 张扬等文为策马足球员创内容 图片来源网络 谢绝转载